MING PAO TORONTO 隨著網絡發達 大家都會透過網絡吸收新資訊 無論年輕還是年長一輩 都喜歡在影音平台 收看不同地方的影片 影片創作者就應雲而生 他們不分性別、年齡 透過發布影片吸引觀眾收看 甚至會有人用這個作為職業 當中瑞典籍的影片創作者 謝爾貝利的影片頻道 更加擁有過億的訂閱者 大家好,今天來到ViuTV廠 現在準備拍攝了 阿Mee 是 過來,別拍攝 拍攝甚麼 有甚麼頻道介紹來看嗎 有…有一個很棒的 你搜尋吧 Mao Me Channel 有甚麼呢 有美女、有車、有主食片 也有很多東西看 你知道違反商品少女條例犯法嗎 我不覺得我有違反 美女這件事 算了,如果你相信你的頻道 多人看 是 不如我介紹三位給你吧 好嗎 好 好,我們有請 Martin、Boris和紅仔頭 今天我們邀請到一群YouTuber上來 影片創作者 很多人都很想做這行業 很風光、很高收入 自由度很大 先說錢 真的嗎 神經病,你一來劈台就跟你說錢 太好了… 阿波仔聽聞賺得最多 應該是… 這些都應該是 特別廣播或甚麼是賣掉的 絕對不是這樣的 不是嗎… 絕對不是 找得多不多 我覺得取決於自己的職員 是做甚麼 有時接受工作 如果是很強勁套在你的心目上 是很反感的 所以我的向導是會放在戲劇中 做一些較高成本的工作 一來是我自己的興趣 但這便會多花很多錢 這就是波仔的辦法,Martin呢 我覺得是關乎你想怎樣做 或者你的形式牽涉到多少成本 以及多少人 是 如果你真的可以一個人做 我真的只是說話 其實你是可以賺到很多錢 我計算過的數目 如果你是獨自獨自獨 然後出得多片密的話 你不用接任何廣告 你靠YouTube的… 略過頭五秒廣告的分成 已經賺到盆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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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免費說是誰 不要說是甚麼 大J有視波子的,你別說 是開名的 剛才提到一個很有趣的位置 就是這些影片平台 例如你有多少個感覺 就給你多少錢 還是你一定要藉入廣告威 或者要用他們給你的廣告 才可以有這個收益 其實一條影片下多少個廣告 是取決於個人自己的 例如我的影片比10分鐘多 我就可以在中間狂插廣告 是 因為我全部都是可以設定的廣告 也是有錢的 不過… 現在還要計算 對 你可以設定做可略過的廣告 或者不可略過的廣告 插得多,人們看得多 你就會… 檢查率的錢就會多 平均一條影片會放多少個廣告 你們看得多 數量上 誰是誰最狂 我先說 我只是放在頭上 而且也是可略過的 是嗎 是嗎 我真的會看到 因為對我來說 我是擔心人們 因為廣告而不看我的影片 所以我的取死是這樣的 其實看片長 起碼會被人看三分之一 你才會放一顆廣告 如果影片很長 可能可以放多四顆 其實就是看情況 過十分鐘就放多一點 少過十分鐘就放少一點 誰賺得多就用誰方法 對 感覺數的錢是大家都不一樣的 還是是一個標準的計算法 聽聞說1,000視頻 是港幣7元 聽說是90萬視頻 是有9萬元 不知道是真的嗎 不同地區是最不同的 是 你的感覺是來自哪裡 例如我的朋友可能去了美國 他可能是香港… 大家有1,000個香港人 跟1,000個美國人看 美國人可以隨時貴你四倍 你真的… 為甚麼 四倍、五倍 四倍? 在你的區域本身是否很旺 如果是很旺,很多人做的 就會很貴 香港是甚麼 香港是亞洲區比較偏低的地區 很低嗎 對,相對低一點 不是很高 但全世界都會叫大家 留言、讚、分享 就是CLS 是… 是否真的有用 因為我試過拍片 一開始我覺得 我不會說這些 我不會乞求你去讚好我 然後發覺真的不行 但說完真的有上升的趨勢 是真的嗎?是迷思嗎 我覺得是的 我最近是被這個影響到的 因為我一直以來 跟你一樣也不太喜歡說 是嗎 大家訂閱我吧 好像很尷尬 對,有點尷尬 但其實有些人可能很喜歡看你 但他不會有意識專門訂閱給你 而且這是一個資料 就是告訴你 我喜歡看這件事 我有讚好、留言、分享 你就是告訴你的電話 我是要看這類的 你就不要給我其他東西 這是對於觀眾好的 你說對觀眾的標準有幫助 但對於你們本身的平台來說 會否相對地… 我多按讚、分享、留言 因為流量大了 會有更多其他人 未接觸到的群眾會看到嗎 一定,因為他會知道 你的評論是說甚麼 例如你要提到某些東西… 你提到某些東西 然後又可能要切合他的需要 那些人本身喜歡看這些東西 他就會知道你的影片內容是說甚麼 那系統會給你 因為會猜到你的影片是說甚麼 給你… 是關於甚麼內容的東西 我現在才知道 三位嘉賓都曾經有影片 點擊過八萬 究竟他們的點擊收益可以有多高 我不是賺得最多 為甚麼你會承認 你自己承認,指著我 他指著我 我才會幫自己澄清 首先,我必須強調 我不是靠點擊的賺錢的人 靠廣告吧 靠廣告 例如一個月我有兩至三條影片 那條影片可能是20萬左右 我看過後台,坦白地誠實地說 是有1萬元的港幣 一條影片? 對,而我下的廣告就是可略的廣告 其他人又不同了 馬田呢 最多保持有錢 你放在這裡,總之他中間有廣告 他就會分錢給你 是獨立每條影片計算的 不是… 這條影片推出了一天的錢給你 你就結束了,不是這樣計算的 不只是靠頭兩天的觀看 所以他會放在這裡 變成我有很多位置放在這裡 他的累積就會慢慢升上去 我要問問熊仔頭 因為你的影片有很多類型 例如微電影那些 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這類型的影片是賺得最多錢的 這世界一定是男女題材 十條、九條都是 可能香港的女人實在太好了 所以才引致大家那麼喜歡看 罵女人的影片 有計算過實數嗎?大概… 例如點擊率多少 就賺到多少錢 因為拍攝比較長 所以那條影片有一條是比較高的 那條也有幾筆東西,港幣代價 但現在賺的錢純粹是你們賺回來的錢 但你們本身的費用、支出 要拍攝一條影片要用多少支出 我想說… 你花得最多錢的那個 你花得最多錢嗎 其實我真的花得最多錢 其實每個人拍攝的片種方向都不同 而我仍然是不斷探索的狀態 我這兩年拍攝一個很長的紀錄片 是傾家當的橙色 前輩的紀錄片很少錢 對,所以我真的… 所以你還沒看過 那一套可能會爆炸,你怎知道 對 真的有爆炸 還有鵝包爆炸 真的有爆炸 遲些又出現了,所以到時真的… 對,所以那個費用真的很恩人意義 是,那Martin呢 我的時間比較多 可能拍攝實際用的錢未必多 所以我的錢主要是用來交租 以及請人回來工作 即是做後期 那就是最大的部分 可能是佔我所有收入的七成 又不是這樣的數字 也挺多的 才可以剛剛足夠的 即是你只賺三成的位置 對…像你們那樣除非有廣告 大家現在很好練習 就馬上看完廣告 紅仔頭呢 你們拍攝很多戲劇類 戲劇類應該很花錢 對 其實不是 我怕我說出來不是,好像沒問題 有時候看一場要錢的 小的都是兩部機器 這個世界 我經常覺得這個世界 如果大家沒有比較 就看不出分泌 有時我用一些外出的收音器材 如果沒有比較,大家會聽不出來 有時我突然有興趣用手機拍 不用機拍,大家會看不出來 也是 看看大家能否裝模仿高級 很多人就以為花得更多錢 不知為何 其實消費或費用 是你自己決定要多少 給甚麼觀眾 對,怎樣騙客人 不是說我花得更多錢 就是多客人一個方法 我平時在網上搜尋 那個平台會跟隨你的選擇 推出一些影片 但那類型的影片 跟你們本身有多少人追蹤 例如100萬訂閱 相對地會否有不同的選擇 彈出來 我早前跟同行談過 跟程仁虎談過 他才笑我 說這些訂閱者現在沒用 我也認同 不過我覺得推銷客有用 這個好處 即是有數據給客人 對,裝作了 但其實是我的僵屍用戶 因為我們有差不多年代 有差不多一年 其實第一兩年訂閱的人 其實不存在 可能已經沒有再看 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即是所謂的計劃 年八萬訂閱的名字 是否這個意思 也很厲害 也很好,也很厲害 也是一個目標 但沒有實質作用 沒有 完全沒有 我覺得唯一的實質作用是 你外出的人說 這個沒看過,我不會 我不會,我就會覺得你不認識 對,我不認識 你終於可以覺得你真的不認識 對自己更加肯定 但沒有其他項目了 沒有了 但我們說了這麼多錢的事 說真的,說錢就是雙感情 很臭 我們回頭回來就別說錢了 我們說說其他事,好嗎 先回到錢的話題 回頭見 回頭見 這三位人兄拍了這麼久的影片 要看你們多熟行情 現在玩個遊戲 猜猜10大熱門串流影音平台的熱門主題 好,紅仔頭 馬田的煮食 煮食,給你過吧 馬田 這個是C 沒有的,探險 也沒有 紅仔頭 爸爸的健身 健身 健身有 中了 謝謝… 3、2、1 過 錯的,你想得太深了 簡單一點… 紅仔頭… 化妝、化妝、化妝 中衣服,原來是開箱 開箱中 開箱中 挑戰 跳甚麼 跳甚麼 你的標題 錯…紅仔頭,繼續 弄鼓… 錯,終於錯了 正運也沒有 運動 運動有,健身嗎 健身,說了 我兒子 為何剃菜 3、2、1 沒有 算了… 不如開箱了 紅仔頭是中三個 奇血,阿田是中一個 前輩… 勇張 厲害 果然是前輩 十大熱門主題就是這些 嘉賓就想不完 你們又猜到多少 做一個創作者 其實最難是想法 頭過一段時間很容易思考 但到後來可能要看很多不同的影片 刺激自己的思維 例如我說F1評述 我一天看很多F1影片 我看很多車影片 或許我讀書時 我很喜歡看韓國有一個 叫做讀書直播主 他一直有他溫習 我又有我溫習 好像在陪伴我一樣 如果回到香港 藝人鄧家傑 其實他是用一個沉寶 在海底沉寶做一個主題 幫人找一些室物 說說海洋清潔等等的東西 所以很多不同的類型 會幫助我思考 你們會否看一些額外特別的影片 我喜歡到處抄來抄去 近期就是喜歡抄台灣節目 挺好笑的 例如呢 我準備拍一個整個節目 正確抄沈玉琳 不知道大家知道沈玉琳是誰 是我的偉大的偶像 我覺得她說話很好笑 打算抄去整個節目的模式 她無厘頭到突然有個女人 然後有潔癖的 一邊髒,一邊乾淨 然後… 誰知道媽媽喜歡乾淨 然後丈夫喜歡髒 被人扯來扯去 這麼無厘頭的東西 但不知道為何好像很好看 就是想拍攝這些 挺好抄去台灣 我覺得挺是她性格的東西 最喜歡她開宗明義 告訴我她是抄那邊 對,我通常都很開宗明義 唯一不開宗明義 就是她的樣貌 沒錯 其實我甚麼都會看一點點 大概知道最近有甚麼流行 或是沒有聲音的 原來流行的影片 或是有些赤度可能收窄了 有些頻道沒有了 你會得到一個資訊 有些影片沒有聲音的嗎 有些影片沒有聲音的 韓國換衣件 我聽過 你們看甚麼影片要換衣 她是播著音樂 然後她就模特兒… 對,我可以幫她拍攝 你開…我可以幫她拍攝 然後就拍攝 很有創意 很有創意 不要幫她拍攝 有創意,但有創意 真的有很多人看嗎 當然 我很容易想到有創意 但有人先看嗎 我要走了,好,繼續 有些題材 就是別人做了一些你不會做的 你會吸引到你很想看 例如我之前看了一段影片 《信世蛋蛋》 總之就是有法國YouTuber 他就是乘坐Uber 從內地乘坐幾千公里去蒙古 聽過人嗎 對… 近年不少亞洲地區的藝人 都相繼開始個人影片頻道 題材相當廣泛 香港亦有不少的藝人 例如陳柏宇、張敬軒、 鄭忠基、游學修等等 也加上拍片行列 作為宣傳自己的新方法 謝謝… 身邊很多藝人朋友 其實越來越多人會開頻道 我們先說 例如我看台灣的遊城 有輛露營車,全家流浪 最近就落地了,真的租了一輛屋 這些人很受歡迎 本身已經有流量 怎麼看這個現象 我覺得是好事 多了一些明星拍片 不就是多了人看YouTube 多了人看YouTube 可能會看我們 在那邊也要去的觀眾 還有可以玩到交通網絡 可能,未必是壞事 但我看他們有很多… 尤其是藝人拍攝影片 他們只能看到… 譬如軒公那樣 真的有隊伍 已經是我們拍攝節目的級別 他放在平台上播放 對 對你們來說 會否有一個壓力 在品質上 我可能要有些比較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是的,但現在又有比較 那怎麼辦 我覺得長遠來說是會的 但其實他在觀眾的印象 他也是一個藝人 是 而他拍攝影片 他不會… 人們不會輕易拿張敬軒和Boris 不會正面立即比較 還有一件事我很想說 平台本身是自己的創作者 其實那些影片是自己剪、自己製作者 但有些藝人可能會找人幫他剪 去拍攝他一些生活的東西 反而會有距離感 還有每個藝人的質地都不同 張敬軒是一個很厲害的例子 他是很搞笑、很控場 是很娛樂人的 即使是藝人拍攝影片 也要符合自己的性質 而且他計漏了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那件事的成本 最大在藝人上 這個平台其實不會給他 他一向賺的錢 他會否繼續做是一個問題 而且他的時間成本之高 其實是不能想像的 不是我們這些可以給的 他們這些拍攝影片算是副業 但對於你們而言 作為一個全職的拍攝影片 你會相對地覺得 其實能否生活得到 我覺得… 還是你先回答 當然是他最能生活得到 因為他最能生活得到 我已經在家裡坐過 我看上去 今天有一個直升機飛下來的 對,沒錯,直升機飛下來 然後他就超聲地突然 直接落到我們… 還有寶錶 在這裡 我們是生存他的生活 我最後才說… 我最後才說 我前輩還未出聲 你出甚麼聲音 我也不明白 先讓紅仔頭,你說吧 對,最後有錢說 我覺得能夠生活得到 因為我覺得 如果剛開始拍攝影片的人看 你出來的錢絕對比新年齡 而且相對地… 紅仔頭是類似的 屬於藝人家 你們還要養一群人 對… 相對地,壓力會否大了很多 那當然是找得多了千陽島 其實找得最多是他 對 他就把後背推出來 前輩也是這樣 你看波仔住哪裡,我住哪裡 沒人知道… 你有公開過嗎?沒有 馬田呢 其實我覺得是不錯的 但你真的要想你做多久 對,還有你會否真的持續得到 有時你真的全都在 我就甚麼都拍出來 你可能隨時無法回頭 很多人在做之前沒有想過 你如何保護身邊的人 其實你還未做 你不知道原來有那麼大的影響力 或者可以闖很大的禍 你不知道 而是沒有想過,有機會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黃金時期 而是他會不斷經歷低高 你要儘量在一個很黃金的時期 眉與籌謀 絕對不可以安逸下來 是 在任何時候都是 這些所謂的影響平台 其實除了會給予我們某些人的知識 像煮食一樣 學會怎樣焗薯 或者會看看女人應該是怎樣的 很感謝你們周圍 今天上來跟我們分享 這麼有趣的東西 好,我們下次語論潮,再見 再見…